因为他来找我 但是我马上用最大的感恩的心 惭愧心 希望他脱离痛苦 希望得到我们的功德 所以各位有堕胎胎儿啊 元亲在主啊 爸爸妈妈的啊 我们都要帮他 观想他皈依 你的儿子很不听话 你要观想他皈依 一次 两次 三次 佛就会进入他的心 这个叫念佛回向 妈妈妈妈妈奇怪 他也喜欢拜佛 慢慢来一天 你到 哎 儿子我带你去参加 他居然来了 因为呢 你已经有不断的在回向给他 所以各位不要生气 不要失望 回向给他 回向给他 法力不可思议 好 那现在呢 但是要皈依之前 我要带各位忏悔 向他们忏悔 带着他们忏悔 如果他们在痛苦的话 一个人什么时候呢 可以不用念佛呢 成佛了 成佛了 是在念众生苦 当然 死方诸佛会来加持他 但是 无论如何 我们要带着你的祖先 一直到他成佛 都要 写牌位不是说 超度了 所以我不用写 你太不孝顺了 除非你的爸爸成佛 就算你成佛 你再回向给他 那佛的功德就回向给你 就像我们在拜佛 我们供养佛已经成佛了 也是在回向给佛 那佛的力量就加持你了 所以意思是说 要无尽的回向 无尽的供养 有无尽的发愿 永不停止 那成为我们的生命 而不是说 他去净土了 我就不用回向 净土还分九品 对不对 下品 中三品 上三品 九品 那就算往生到上品上升 也还没圆满 为什么 他还没有回入娑婆 他要正的圆满 空性的退转 又请他回入娑婆 乃至达到补处菩萨 乃至成佛 我们更要回向 那所以 就是这样 来无尽的皈依 无量的众生 大家一起 当然我讲那么多 是希望各位 你成为一个 每个人看到你 都愿意学你这样 依止三宝 再过生命的人 因为成为别人的模范 去让别人因为你而归于三宝 而相信佛 就像佛陀一样 佛陀的存在 是让我们归于佛陀 归于三宝 走一个光明健康 有意义的 不会痛苦的路 自在于慈悲 所以来 大家请起立 观想 你就是众生 你就是世界法界 因为你这个点 带着所有众生 包括你自己 进入三宝 包括你自己 虔诚忏悔 而且各位 从今天开始 不要对不起任何法界众生 以前我们犯错 现在不要 那这样才有可能忏悔 才有可能超度 或许你有堕胎 你将来可能还会杀身 可能还会堕胎 那你就没有力量超度堕胎的胎 当然你有忏悔 有一心念佛 对他来讲 很容易超度的 好 七十一页 大家合掌 我们想着 我们过去杀死爸爸妈妈 我们过去造了很多不可原谅的恶业 为了爱情 为了钱 为了争权独立 甚至造了很多的口业 等等等等 我们都代替众生 引导众生 跟众生合为一体 求忏悔 我们要念三遍 来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有无事贪嗔痴 重生于义 重生于义之所生 从身于义之所生 一切醉造皆忏悔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有无事贪陈痴 重生于义之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 第三遍 不怕你杀人的谎 我造了多大的恶业 所有的业障 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忏悔 这样啊 可以忏悔 所以地上再大多的垃圾 少干净很快乐 因为你不会再犯了 我把它少那么干净 干嘛再把它弄脏呢 所以不但是 所以不要不原谅别人 要永远学习原谅别人 因为这个业上的本体也是假的 也可以筹业的 第三遍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事贪嗔痴 宠生予亦知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 我们加念一遍 各位代表牛 代表猪 代表鸡 代表海鲜 龙虾 代表所有造恶业的轮回众生 特别你喜欢吃猪肉 鸡肉 那你特别代表他 也向他们忏悔 这是我们修业上最好的方法 当然最大的忏悔是跟你跟牛说 我不会再吃你了 我要好好爱你 他就原谅你了 他就超度了 你就不会高血压爆血管了 你就可以改变命运了 所以你过去有堕胎 你跟所有的胎儿都说 我不会再堕胎 我还要保护所有怀孕的妈妈 我还要救度所有被堕胎的小孩 你的胎儿不能不超度 因为你的这种忏悔跟发愿 成为他的光荣 他内心都尊敬你 所以第四遍 往昔所造诸二叶 皆有无始贪嗔痴 从生予一知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 再来我要念灭罪真言 各位就合掌 所有的佛降下甘露 把我们的身口意净化到 干干净净 所有罪业都消除掉 不是光你自己哦 七代表无量无边的佛 消除无量无边众生的业障 我们会念三遍 七佛灭罪 来 祢婆地婆地婆地 求和求和地 同网人地 尼合来地 便利地 我和地地 真理 潜地 沙婆地 婆地 婆地 求和地 求和地 同网人地 尼合来地 便利地 我和地 真理 潜地 沙婆地 祢婆地 婆地 求和求和地 因为众生皆平等皆可成佛 所以这样来跟我念 来 当愿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流产胎儿 往生眷属 有缘众生 三善道众生 三苦道众生 皆得归三宝 愿发菩提心 一子三宝 将来成佛 普度众生 跟我念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问讯 所有业障皆消除 大家恢复清静 好 第二遍 念一下名字 这里名字来 念名字 愿他们的法号都叫善德 他们呢 善良道德有智慧 所以来 归佛 两族尊 归法 礼遇尊 归身 众众尊 愿为三宝弟子 从今日 乃至命中 乃至敬畏来计 绝不伤害任何生命 绝不伤害任何生命 这个是最大的戒 你不要这种很简单 他偷我钱我都不会告他 他杀我爸爸我都不会报他仇 一只蚊子钉我几百遍我也不会杀他 你要罢这个愿 这才是佛教徒的基本态度 绝不伤害我不会告你 我不会破坏你 所以因为 你对我再不好 这是我的业 小业障 你还是可以成佛 要有这个决心 做三宝弟子 所以呢 这样来念 绝不伤害任何友情 保护所有众生 同臣佛道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温序 第三遍 来 当愿所有众生 发菩提心 归佛 永不堕地狱 归法 永不堕恶鬼 归身 永不堕畜生 愿为三宝弟子 直至成佛 保护所有生命 归佛境 永不归一 天魔坏道 归法境 永不伤害众生 归身境 远离恶之士 问世 好 大家请坐 每天你都这样念一遍 让自己 让自己 回归三宝 然后再去决定事情 不要用你的想法 用你的想法 马上你的烦恼习气又来了 我要去欠他学伙 却跟他吵架 两个人变到吵架 还翻脸 就像两个喝酒的好朋友 喝到后来 就出来把一个人把一个人杀死了 喝酒喝到后来失去理性了 我讲话不对头就打起来了杀了 后面就后悔了 那所以修学佛法要以三宝为教戒 为生命的依归 所以叫归命三宝 把生命都依止交给三宝了 交给阿弥陀佛了 做个老实的修行 老实念佛 不是每天光念佛 而是老老实实的 按照阿弥陀佛的教诫 去做事去念佛 按照无量寿经 光无量寿经 佛说阿弥陀经 这才叫老实念佛 那保持这个念头不断 老实念佛 而不要比如说我念几遍念几遍 当然念几遍也是一种催促你 不要有不好的念头 要跟阿弥陀佛的念头合为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保持这样而已 那各位归一三宝以后 我们要简单的传授五界 虽然今天法会并不是那么圆满 但是既然有人求授 那我们在佛教绝对不会拒绝了 因为三规五界 当然佛教的最圆满 是希望各位发菩提心 做菩萨 承担佛陀的任务 这也是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原来我出生做人 是能够听闻佛法 发菩提心的 这是人生最高的意义 你哪怕杀死几百个人 多少业障 一发真实的菩提心 所有业障皆消除掉 你成为别人的如意宝 因为你有了菩提心 你连走在路上都代表佛的力量 别人看到你听到你 都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不要有分别心说 哪一个法门好 哪一个师父好 哪一个上师高 有这个观念是偏的 是不对的 因为对方只是让你觉醒你自己 你也是佛这样而已 而不是说 我要去心情 某某大大的佛佛 很出名的去迷信他 或是一种感情用事 执着 那你还是一种伤害 伤害到自己 跟伤害到对方 因为你用一个不正确的动机 所以决定自己 决定 当下承担 你用佛的心去做事就好了 你用地藏菩萨的心去做事就好了 最后 做乌龟没关系 最后会到 你只要按照三宝的教戒 那你既然归三宝 佛陀叫我们持戒 刚才有念一句话 再念一句 来 从今以后 乃至尽行受 乃至尽未来尽 不伤害任何众生 这个是戒律 那这个戒律的行为 那就是一般说的 在家无戒 你也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这就是不伤害众生 你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 各位男生 你没有要跟这个女生 正式结婚爱她 你千万不